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时而欧易会发文时透露自己曾有段年少轻狂的黑历史 十六岁是一年少既身为朋友拔刀相助 狂砍对方十九刀 差点冒出人民而入狱服刑 回向黄唐古网 他悠悠吐露 为此我付出了代价 也好在老天爷帮助我 没落下一条命 不然我的人生不会像现在这样 出狱后的蓝文青 为了一元星梦 在电视台门口连续 做了两个多月的时间 被问到为何想当明星 他不敢豪爽性格直说 因为小时候家里穷 但又爱漂亮 做明星不止赚钱比较快 又可以满足我的虚荣心 蓝文青拥有两家麻辣桌店 也许像未来要前进台中的红圆 无奈经营不善 被迫年前大动作裁员 让员工不满发黑寒指控 对此 蓝文青不仅发声明博士 也透过节目表示 自己是春江水蓝牙兼职的人 市场表现不如预期乐观 我当然要立刻做决定 下雪为一只运动会死得快 针对遭指控对员工动手动脚一事 他态度坚定地说 我再傻也不会傻地去伤害孩子 未来是否会因爆料关系而影响和员工的相处 他斩定节点说 不会 我相信采花教育熏陶出来的孩子没有这么坏 采花名人堂约 今天二十八分之一 晚节10点台式新闻台播出 蓝文青接受台湾名人堂专访 台式提供蓝文青接受台湾名人堂议会专访 台式提供蓝文青 接受台湾名人堂专访 台式提供 全新作品